大家好! 我是酒色演技 大家在备戰的過程中物資囤積的怎麼樣了? 現在如果大家開始有在準備囤積物資 或者是在做備戰的一個準備的話 應該會發現有一樣東西 它跟水還有食物一樣重要 那是什麼呢 那個東西就是電池 來就這個電池 電池為什麼會這麼重要呢 因為在現今我們的社會當中 我們跟電已經脫離不了關係了 我上次看有個數據說 我們現在所有的一個說 現代人在都市的活動中 已經有八成的活動啊 是跟電脫離不了關係的 然後有的人可能這個趴數會再 會或增或減 但其實都平均值就是八成 所以就是說我們已經有生活了 有一半以上的事情 都必須靠電才能撐下去 然後啦 所以大家如果在囤積物資的話 就會發現囤積電池是非常重要的 一來囤積這種小電池啊 它一來體積小 然後重量也不會說太重 所以在家裡可以堆放非常多 就不像什麼汽車電瓶這麼大一個 雖然汽車電瓶是不錯啊 可是它就太大了而且太重 而且如果你今天有考慮到 我們如果會有就是會 會棄手這個所謂的據點 然後到各處去啊 帶這種小電池總是比帶電瓶好 所以啦 今天我們主要是跟大家講說 在前幾天我在一個台灣有個美式大賣場 也就是Costco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的電池剛好在大特賣 好像一盒一百多粒吧 好像才賣一百多塊錢而已 然後我就欸我想說這個電池又是 從美國製造的 我想說欸品質應該不會差到哪去 所以我就買下來了 然後之後買下來之後 就發生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來大家請看 我看到這個電池 你不覺得它呃 這個寬度有點不太平均嗎 大家看這是可以捏下去的 這是發生什麼事了呢 然後大家可以看這個有這個 白白的粉狀的東西 這個一般就是所謂的 呃 電池裡面的電池 欸叫什麼 電解液外露 電解液外露 然後電解液是個非常痠的一個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陽極 這個陽極 陰極都被秀的差不多了 然後我就想說欸奇怪 這不是美國製造的嗎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然後我就去網路上查 發現這個牌子很有名 可是它是有名的爛 為什麼說有名的爛呢 因為它這個牌子啊就是 已經發生過很多起像這種 電池意外露的情形了 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呃 在儲備電池的時候發現 你如果買到這一款電池啊 特別小心它的一個存放狀況 它在使用上是不用擔心 像我 像我怎麼找一下 這個電池是 我從我的那個 手電筒上拿下來的 這個電池已經放了快 一兩年了吧 它這個 它的一個 電量的 還有一個電量的供給度 跟一個保存的狀況 欸都非常好 就證明說 它在使用上啊 如果就是你這個電池有在用 它的保存效果是非常好的 可是如果你 你沒有用只是把它 放在旁邊啊 就要小心這個 電池意外露 所以這家電池 如果你今天買了這一牌子的電池 放進給大家看 如果你今天擺到了這一牌的電池 可能要特別注意 它一個電池的 一個保存狀況 不要讓它 就是 我也不知道 欸新聞上好像有教 可是好像說不管怎樣 其實都會露一點 所以啊 今天如果大家買到這個電池啊 我的建議的做法是啊 不要像一般的電池那樣就是 就是一大把 像這樣一大把 放在防水袋裡面 這樣不好 因為它 因為當一個像這樣 一個電池 這個電解液露出來啦 因為它這本身就是一個很酸的東西 它就開始連帶影響到其他 正常好的電池 然後變成其他好的電池也開始 被 被溶解 它開始也會露出它的電解液 然後就變成 你只要今天有一顆 壞電池 一整包好的電池都跟著一起 陪光光 這就是我們實話講的 一粒老鼠屎 壞了一鍋粥 所以 我建議的保存方法是 雖然會比較麻煩一點啦 就是一個一個的 把它 個別的 像這樣子 一個一個 個別把它 裝在 一個防水 或者是 密閉的容器裡面 盡量不要一大把裝在一起 一個一個裝 所以變成 你買了這個電池 原本就是要 節省體積 把它塞在一起 現在要一個一個裝 變成有點 跟原來的目的 好像似乎有點 背道而馳了 不過 它這個電池真的是很便宜啦 如果以真的 以備戰的角度來看 畢竟是想要以小錢來 囤積最大物資的話 這個是 這個 牌子是 還算 OK 可是就是要小心它的一個 保存狀況 畢竟它這個 出名的 會露 很會露這個電解液 所以就 我是盡量 大家就 寧願花多一點錢買 買像什麼金鼎啊 盡量這些 比較好一點的牌子 也就不要買這種 這麼 出名的 會露 會露意的 一個電池啊 好 這是一個 今天的一個 Shetty Finn Applezone 2的介紹 然後 一樣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方點選喜歡 如果你對我講的事情 非常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 訂閱我的影片 也是在下方 可以訂閱我的影片 然後追蹤我影片的動態 然後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或是有什麼問題 想跟我討論的 都可以在下方的留言 留言給我 好 我也盡快回覆給大家 好 那就是今天一個介紹 好 有聲眼鏡 好